很多养肚子的宝宝都喜欢养育露 然后养育露呢 他们就有一个困扰了 育露就是养的不像买来的时候那么透 然后呢浇大水吧 育露还会长涂 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给它充足的水分 远远是不够的 你还要增加它身边空气的湿度 咱们可以温养 准备一个空间水瓶 一开两半 记住啊底部呢你要扎几个孔 然后呢把那个盖也拧下来 就可以变成两个 晚上睡觉前呢给育露喷一些水 我这个有些水多了 就是用喷壶喷一些水 然后把这两个扣在上面就行 记得上面要有孔给它呼吸用 等到白天的时候你起床了是吧 你也可以把这个拿下来 让它自由的呼吸 晚上的时候呢再轻轻的喷一下水 然后再给它扣上 这样悯养出来的育露呢 就会特别的水灵特别漂亮 感谢您的观看